欢迎收听 先上儿童广播节目 《难分珠讲故事》 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恐龙校园 霸道的阿浩 作者 阿粒 在很久很久以前 地球上是一个恐龙的世界 周围都是森林 掌满大树 而在其中一个森林里面 有一间恐龙学校 其中有一班 只有几个学生 他们分别是 甲龙阿伦 三角龙阿辉 畜龙阿浩 翼龙林林 和无畏龙贝贝 同学仔都觉得 阿浩是学校的小霸王 课室里面的东西 一旦被他视为 是属于他的东西 他都不让其他人用 或者碰的 阿浩 阿浩 你不准坐那张椅 我准备要坐 阿浩 你不准用蓝色颜色的 我要用 林林林 你要下回来听我说话 无畏龙贝贝 是班上最大只的恐龙 十二只大象 才等于他的身场 所以他在课室里面的座位 要有很大的空间 但是 他每次走入位 都要很小心 因为 阿浩 是坐在他旁边的 贝贝 你条尾 不要再 扫入我的位了 咦 我弄到你了 真是不好意思 贝贝一转身 又扫到阿浩 你整天都弄到我 由今天开始 你不准入这里 至这里都返回 不准破坏 阿浩在自己个位 和贝贝个位之间 画了一条隐形阶线 贝贝忍不住话 我是无畏龙 天生就这么大只 你畜龙这么小只 你都不要过我条街啊 小朋友 如果想听下去 就加入成为 《烂分珠讲故事》 在Spotify 或者Apple Podcast的 月费会员计划 你们将会额外听到 只开放给 Podcast会员的 儿童故事 故事涵盖各种主题的 记得 有空就听 《烂分珠讲故事》啦 有空就会发愿了 再开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